第一章 少清阅读障碍 想象此书是一把钥匙,能够使你的阅读能力迅速提高 像试车一样,此书能够全面测试你的阅读技能和技巧 跟很多人一样拥有这本书,让你更加自省 因为你曾多次努力想达到快速阅读这一目标 现在打开此书,你朝设定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提高阅读速度对自己有何益处 用更少的时间读更多的书,在同样的时间内 你可以读两倍或者三倍的资料 有时候你发现你只需要掠读 集中注意力,你读得越快,注意力就会越集中 就越装助于你所读的内容,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所读材料 注意力集中后,理解力就提高了 技术的更多,由于你注意力集中,理解力更高 技术的信息就更多 更喜欢阅读,指出快速阅读策略能帮你建立阅读信心 提高阅读能力,让你更喜欢阅读 快速阅读还有一些人人皆知的好处 那就是在考试和读面中获得更高的分数 更加自读的控制信息量,上网效率更高 更乐意阅读电影字幕,更快地阅读博物馆的介绍信息 更快地阅读道路标志和广告牌 降低阅读焦虑和负罪感,能够快速浏览使用说明 了解如何使用某个产品,组装和使用家电 拼装家具等等 更快更容易地浏览和比较食品,营养标签 缩短购物时间 明晰自己的阅读速度,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并以此自定计划,永不在思想上落伍 我知道快速阅读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 也许有一天你会告诉我更多好处 对我个人而言,使用快速阅读技巧 使我的职业生涯获益良多 但我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来自我的个人生活 当我的第一个孩子九个月大时 她突然半夜醒来,一边咳嗽一边大喊大叫 叫声像海豹一样 我现在是一个颇有经验的母亲 知道这种病症在医学上叫做喉颜 是由于呼吸道受阻而引起的呼吸困难 但那时我没有丝毫经验,既害怕又欢乱 我打了儿童医生留言服务电话,留了急信 我一边等待电话和回信 一边找到了我父母买的医学书 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能做点什么减轻孩子的痛苦 几分钟之内我宽数了流浪目录 阅读相关内容找到了建议 并用到了孩子身上 不一会儿子的呼吸就好多了 我的呼吸也恢复正常 这一幕经常闪现在我脑海里 屡屡使我清醒地意识到 快速阅读是多么重要 如果真的想提高阅读能力 你必须学会经常使用书中的技巧 想象一下你从来没有玩过赛车 现在却被认为一个赛车手 一位快速阅读者会怎样 尽管你知道如何开车 知道如何阅读 但和成为一个赛车手是完全不同的事 如果现在就要求你坐到赛车手的位置上进行比赛 你目前的技术和知识储备肯定不合适 但是如果给你十天的时间做准备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这十天中你会跟一位专家合作 通过学习和实践专家指导的方法 技巧忠告和翘门在很短的时间内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并获得成功 所以现在请你坐到驾驶员的位置 记住尽管你会发现 此书中有很多有用的技巧 但是如果你不转动钥匙 启动引擎 不在时间中使用这些技巧 这些有用的技巧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那个拿着钥匙的人是你 破解读不快读不进去的谜题 在提高阅读能力的过程中 你可能遇到障碍 这些障碍主要有五个原因造成 第一个原因 你的态度 发自内心的 用最能描述你自己的词 快速地补充满整下面的句子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读者 在我的工作室 我也用这个问题问我的学生 先挑选几个回答 有些学生立刻填写 速度慢的 懒惰的 不读书等负面意义的词 有些学生则填写好的 热心的 热爱 喜爱阅读的 等正面的词语 而另外一些学生则写着 无声气的 死气沉沉 昏昏欲睡的 等更消极的词 如果你填写的是负面的词 我敢打读 读书对你来讲 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你可能更愿意白日做梦 而不是读书 或者认为自己的阅读速度 像乌龟一样嘛 你会经常发现自己 在重新读一个句子 或者一段话 因为第一遍没有读懂 或者读了两遍 还是没有读懂 你可能很厌恶读书 不理解别人 怎么会那么喜欢读书 在我学会更好 更快阅读之前 我也有同感 上学时我总是亡不成 阅读作业 极少会愉快地 拿起一本书翻一翻 我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 那么喜欢每天读报纸 那时候我不是一个 高效主动的读书者 但现在我是 如果你认为 自己属于正向反馈的读者 你会很自然地多读书 花更多时间读书 你会发现 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你的时间花得值得 你可能想在家 或者单位多读一些书 他们不知道读书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如果你想做得更好 那你就来对地方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人士 都广泛阅读 并且是世书如命的人 通过读书学习 通过读书成长 你就会成为生活中的成功人士 工作中的成功人士 成功不一定意味着 你赚很多很多的钱 而是说 你最能胜着你目前的工作 如果你询问一位成功人士 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我敢保证 他们成功的秘密 一定包括大量阅读 在整部书中 我会不停地问这个问题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读者 我希望随着阅读能力的提高 你的自信心会提高 你的回答会越来越证明 请相信 你的过去无法预测你的未来 第二个原因 你是人不是神 很多人想过拥有一个 计算机帮飞速运转的大脑 比如打开大脑 放入一个芯片 然后你就有了超级大脑 阅读速度达到光速 还能建立纯有海量信息的数据库 我在1991年读过这篇文章 它主要讲的是 然后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 虽然我们发明了电脑 但想要跟上计算器的处理速度和效率 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要失望 做一个好的阅读者 你并不需要计算机帮的大脑 第三个原因 缺乏阅读训练 你最后一次进行阅读训练 或参加提高 阅读技能的培训是什么时候呢 做一个大胆的想象 凭我20多年在这方面的教学经验 我敢说 20年中大约只有一个人 在一生中接受过快速阅读的培训 读过快速阅读的辅导书 或者根据录音带学过快速阅读 如果你看到最后一句话 气效不已 那么你可能在想很多年前 你买的书或者迟袋 现在正弹在书架上 或者干脆没有拆分 其他19人从小学毕业后 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快速阅读的训练 你目前的年龄减去6岁 大概是你开始阅读的年龄 你日得书构建你目前阅读能力的阅读年龄 对有些读者来讲 阅读年龄其实已经很长 我一直奇怪 人们不经过正式培训 怎么能够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 我遇到过很多律师 医生工程师 金融从业者或其他专业人 都是在大学毕业后 发现自己迫切需要快速提高的阅读速度 有一个中年律师告诉我 他到了某管理岗位后 就遇到了阅读瓶颈 我问他 没有必要的快速 没有必要的快速阅读技能 他是如何工作大学学习 并且得毕业证书的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 那时候只是按照老师说的做 他认为由于阅读效率低下 他发挥了大量时间读书 经常因为第一遍没有读懂而重复阅读 他下定决心 现在就做点什么 来改变自己的阅读态度和速度 对于改善阅读态度而言 什么时候都不刷吗 第四个原因 要读的东西太多 每个人都有很多要读的东西 杂质 报纸 信件 内部资料 工作所需要的商务文件 及其他阅读材料 小说及指导书 有些人把这些称作重要的事情 我把它称作要读的书 有时候我把它们称作无法读完的书 很明显这些阅读材料加在一起 属于信息爆炸 你不仅有很多打印出来的东西要读 而且电脑上还有很多 没有打印出来的东西要读 你看着这么多要读的东西 要么说我把它们先下载下来 等以后再读吧 要么就说算了吧 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我真的没有时间读 好消息是 你其实没有必要全部阅读 你只需要有意识地做出一个决定 什么需要精读 什么需要掠读 什么干脆抛弃 在本书中 我会给你提供很多能够达到 持目的的有效信息 第五个原因 没有足够的时间 担惊社会 大多数人都有工作 很多人有孩子 每天要通勤 还有叙叙周多其他的责任 导致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 人们把要读的书放在一起 贴上标签 以后读 这个以后读的标签会越来越多 不会减少 除非你有目的的几出时间去阅读 在此书中 你会学到管理阅读的方法 利用经验和技巧 自主选择要阅读的材料 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年代 留给我们的阅读时间却很少 这是不得已的选择 日后当看到日益增多的 以后读的书时 你也不会有倍感压力的感觉 阅读训练 千字文快速阅读 好吧 让我们上路吧 首先你必须明白 如何在理解的基础上快速阅读 下面的练习需要在五分钟之内完成 遵循这些简单的步骤 你就会了解你的阅读水平 如何 一 计时阅读 把一只带秒针的手表 或者秒表 或者厨房计时器放在身边 看看你阅读下面这篇文章 一切为了阅读需要多长时间 按照正常的阅读速度即可 在文章后面写下 你用了几分几秒 那么怎样做才能为孩子创造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呢 我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追求进步 培养美德 家庭教育是个人生大课题 千言万语可以能说成一句话 以习惯培养习惯 以人格讨厌人格 要做好孩子的榜样 父母首先要成为具有高尚人格 具有诸多美德 具有良好习惯的人 这样 孩子在父母的影响下 心涛下 就能自然而然 顺理成章 成为道德高尚 人格健全 有益于人命的人 假设说当年 我没有选择改变自己 而是怨天由人 一意孤行 我的家庭解体 在所难免 教子失败已成定局 更别说事业 如果是这样 我来到世界上走一招 就太不值得了 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朋友 投身家教 受益最大的是父母 通过家庭教育实践 父母的整体数字 就会逐步提高 人格魅力也会大大增强 影响力和感染力 也会大幅度提升 隔行如隔山 隔行不隔离 世界上的道理 都是相通的 如果你把在培养孩子 过程中提高数字教养 增长的人生智慧 对人性的理解 对生命的感悟 积累的无形之差 提升的软实力 带到婚姻家庭中 带到事业中 带到人际交往中 带到人生的任何领域 你都能得心应手 有论有余 如果是这样 你的生命就天天在唱 在歌唱 家庭教育 是我特别钟爱 并乐意为之 奋斗终生的事业 我将为此奋献出 全部心血 如果我不努力 或者努力不够 我将愧对这份事业 因为这份事业成就了我 并给了我一切 可以说 家庭教育是我的精神寄托 家庭教育 让我走向人生的艳阳天 后继 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 是 自2013年 由作家出版社发行以来 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作作能引起千万读者的共鸣 并产生可观社会效益 是我始料不及的 追根述远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 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也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中 倾注了多少心血 也许是我的真诚 执着感染了读者 我自知才书学浅 但我有一颗追求幸福 追求美好的心 我又一颗感恩的心 我有一个家教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我有让众多家庭幸福的强烈愿望 写作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这本书 我给自己设定愿景 这是一部以责任和使命 做抵押的作品 来不得半点潦草和马夫 更不能以实验的态度来写作 我必须把它写好 我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读者 对得起我有心接触的家长和孩子 只有感动才能引发感动 只有感动才能富足行动 在写作过程中 我时常被周围鲜活的人物感动着 被他们的优秀品质鼓舞着 被人性的光辉照耀着 放胆文章拼命酒 要写就要写得干唱淋漓 写作时 我力求做到不拘谨 不保守 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 彰显自己的个性 表达自己的思想 大多数人都喜欢热情 豪爽的人 我在书中听出了大量热情和激情 不少读者被我的情绪所感染 因而产生共鸣 2013年5月新书面试以来 人民日报 官民日报 中国日报 中国教育报 中国青年报 工人日报 中国妇女报 中国文化报 中华读书网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网 央视网等 50余家主流媒体 相继对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进行了报道 官民日报 新华收幕报等媒体 对作者我和贾乙凡 进行了专访 先后有腾讯网 新让网 网一网等数十家媒体 对该书进行了连采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 千万读者通过阅读此书 观念得以更新 素质得到提高 众多父母通过改变自己 提升自我 化解家庭危机 带来夫妻和母 亲子和谐 孩子健康成长 比如安徽和回 董爱梅姿子 韩浩天 于2016年考入 安徽省重年高中 合飞市第六中学 江苏产州 杨树芳姿子 顾锡培 于2017年考入 南京师范大学 附中航空实验班 河北 邢泽 斗争敏姿子 张海兴 2016年考入天津大学 山东围方 黄书宜姿子 双红奖 于2017年考入 中国海洋大学的 这一切都离不开 家长对这本书的认可 是他们对该书理念 和方法的认同和信任 差事的孩子和家庭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让我震撼的是 山东淋漪的徐学林女士 她只有小学文化 为了作有成效的学习 徐女士花了三个月时间 把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 整本书 近三十万字 认认真真 一字不落操了一遍 徐女士在山东 淋漪干果市场上班 每天接触 辣椒花椒 淮香等调料 每天下班回家后 来不及洗手 就开始操书 打开徐女士的手操宝 浓郁的调味料扑鼻而来 徐女士把该书整理 落实到行动上 家教食品 有了大幅度提高 他们的夫妻关系 跟上了一层楼 儿子也由濒临辍学 到成为优等生 并于2016年考入 新仪的大学 据说超书的 还有河南洛阳的 刘青女士 辽宁铁岭的 蔡晓金女士 山东林青的 郑建凯先生等 一些读者的学习精神 令人亲近 河南洛阳的 田群县先生 一年半时间内 把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 读了十二遍 河南开封的赵明晓女士 两年内 把此书读了九遍 阅读三五遍的读者 更是不计其数 很多用心的读者 都在书上 密密麻麻 做忙了笔记 批注 令人钦佩 一些读者 能整段背诵此书 有的读者 不但自己受益 并且还要让周围人受益 他们通过电台 送读软件 懒读此书 并在微信群里 广泛传播 懒读此书的 有山西西安 金发学校 德育处王老师 河北延台中等 庄科学校 齐小国老师 河南三门学 职业技术学院 张燕丽老师等 许多读者 将此书 作为礼物 送给亲友和学校 如 河南三门峡中学 中庄 赵江林女士 和黑龙江 大请 有广庆先生 的大量 读书 证给亲友 重庆南专区的 洛斯林 人奇秀夫妇 购书 480本 陆续送给亲友 2016年 除夕年夜饭 夫妇俩 把亲人聚会 开成了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的研讨会 家庭教育动员会 内蒙古奥尔多诗 李娜女士 山东林一 王少斌女士 等购书 签一本 赠给所在地 赠给所在地学校 为了让更多人受益 部分学校将此书 列为家长必读书 如山中林一 九中 山东烟台 山中 甚至中石 油中石化 西安铁路局 这样的大企业 都把此书 作为员工培训用书 其中西安铁路局 车辆 购买一千余本 发给员工 广大读者如此信任 我深感责任重大 为了报答读者 朋友的后爱 在本书出版五年之际 我决定对此书进行修订 此次修订 我的助理把原书稿 精心梳理了数遍 文字上认真锤炼 观点上仿佛推敲 删去了一些 笼凡的文章和段落 去掉了一些 我们认为不太准确的 观点和词汇 更为重要的是 经过仿佛斟酌 更新了几篇文章 此外 在内文版式和分面专真上 也进行了精心设计 希望能帮助到 更多的读者朋友 借此书修订自己 我要由衷感谢 作家出版社 郑江华老师 郑老师为此书的修订 做出了建设性 以前并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 我向郑老师表示 诚挚的协议 衷心感谢各位读者朋友 是你们让我看到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你们给我注入了 进步的动力 你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是我人生的老师 希望所有读者朋友 都能踊跃投入 家教时间 不断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 超越自己 为自己人生加分 为孩子健康成长助力 为家族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家庭教育 是个千古话题 也是个严肃的人生大课题 所有人对家庭教育的认识 都是冰山一角 我个人也不例外 我真诚希望各位读者朋友 提出宝贵意见 我会把您提出的意见 作为给我的珍贵礼物 我非常乐意和各位读者朋友 沟通交流 我会十分珍惜和读者交流 向读者学习的机会 欢迎各位朋友 通过微信信箱联系我 三年前 儿子说 我的梦想是让咱们家 将来能成为当地的名门万祖 列祖列祖如果天上有之的话 也会感到荣光 且呢 儿子在文章中写 我强烈感受到 我是带着使命感来到世界上 我感到肩上成天天的责任 我将不遗余力 在心心学子心中 种植希望和信念 我要让千万家庭 因火而幸福快乐 我要为构建和谐社会 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烹水的高度 永远不会高于它的源头 一个人的成就 永远不会大于它的梦想 我坚信 孩子有了这样的人生格局和境界 他生命的潜能 肯定会被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他经常思考着如何帮助别人 如何给社会做贡献 并把这种思考付出行动 他不想有好命运都难 他的家族不想希望发达也难 第七 提升自我 给身体健康加风 数年的家教时间 我体会到了生活的真正滋味 感悟到了生命的无限美好 我感到越活越年轻 有一日 我看到了数年前的一张照片 不仅让我感慨万千 照片上的我 看起来比现在还要昌老 我为什么会越活越年轻呢 我的答案是 天堂地狱两重天 结果肯定不一样 以前 我生活在自我囚禁的牢笼中 看世界一片昏暗 心里总是咯咯哒哒 内分泌极不正常 身体快速走下坡路 是必然的事情 后来 观念正确了 精神解脱了 内心和谐了 心情愉悦了 内分泌也正常了 孩子追求进步 夫妻相敬如宾 事业蒸蒸日上 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越活越有笨头 自然会显得精神 提升自我 为事业插上翅膀 我的家教实践证明 走向和谐 走向幸福的金钥匙 都拿在自己的手中 掌握自己的命运 掌握孩子的命运 原来都是父母啊 所有父母身上 都蕴藏着极其珍贵的宝藏 遗憾的是 很多父母没有发现这个宝藏 拿着金筷子银碗 在乞讨 我为什么不把更多的人 从存睡中唤醒呢 我为什么不帮助更多的人 挖掘出生命宝藏呢 我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父母 从教旨中受益呢 我为什么不让更多人 享受到精神盛宴呢 我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同时也感到了 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和使命感 投身到班教工作中 所到之处 我呼吁家长改变观念 提高数字 创造和谐 给孩子成长助力 我利用一切机会 引导孩子们追求进步 给他们的成长领航 有一次 在洛阳到郑州的长途汽车上 我和一位农民模样的家长临坐 交谈中得知 他的儿子今年上高山 学习成绩还不错 遗憾的是 这位家长不打算 让儿子考大学了 他说 大儿子要结婚 家里的房子不宽硕 我此高中毕业后 就让他出去打工 明年家里盖房子 也好多个班首 老师给我打电话 让我支持儿子考大学 我想上完大学 还是要出去打工 上大学要花不少钱 家里实在供不起 我说 我看你是明白人 给你提个建议 孩子上学是大事情 家里盖房是小事情 小事要给大事烂路才对 你千万不能错打主意 一定要让孩子考大学 学费不是大问题 近几年 国家出台了很多助学政策 不会让一个孩子 因为学费问题而失学 经过我苦口婆心的劝说 这位父亲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09时 捏着我的手 捏着我的手说 今天幸亏遇到你 要不就毁掉孩子的前程 他当即表态 占不盖房子 全力供孩子上大学 还有一次 在郑州到北京的列车上 我对面坐着一位 20岁左右的小伙子 小伙子上车后 一直剧情会神在手机上 看小说 筹准机会 我和他说上了话 当得知他看的是 网络神幻小说时 我告诉他 你喜欢阅读是好事 如果再能把握住阅读质量 那就锦上添花了 我递给他一本书 你把这本书看上十分钟 对比一下 看哪些书对你有帮助 十分钟后 小伙子说 这书不错 我看书是为了打发时间 也没想那么多 我说 不加选择的看书 要占有时间和精力 认真选择 有目的的看书 同样赞用时间和精力 而结果却大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 既有意义 又能让我们受益的书来读呢 一星期后 我收到这位小伙子的短信 感谢老师 对一个素不相识的 年轻人的热情帮助 我已经不在书籍上看小说了 正在看你推荐的书 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会及时赛您请教 安阳师范学院 黄红标 我非常清醒 我在追求什么 奥地利作家 思想家 史蒂芬 斯维格说 世界上最宏伟 最辉还的事业 是能使一个人站起来 著名剧作家 迪根斯也这样描述 生命的意义 如果我能弥补一个破碎的心灵 我便不是突然活着 如果我能减轻一个人生命的痛苦 抚慰一处穿伤 或是另一只离巢的小鸟回到巢里 我便不是突然活着 付出总有回报 多种定有收获 虽然我并不在意这些回报和收获 我每天都能收到一些感谢电话 短信 电子邮件等 张三家儿子走出了网络虚拟世界 李斯嘉女儿考清重点高中 晚五夫妻破庆重年了 造立亲子关系和谐了 收到这类信息反馈 我心灵的富足感和成就感游览而生 我内心深处的喜悦 祥和顺畅也多了几分 这是局外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也是不愿帮助别人的人无法理解 我所做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河南日报 大和报 以及中央电视台 新华网 河南卫视等50余家新闻媒体 曾对我进行过报道 2005年以来 我在全国各地做报告八百余场 我的教育理念已被上百万家长和孩子广泛接受 2005年9月18日 我硬邀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 荣幸地被国家领导人接见 并被授予中华世纪英才人物荣誉称号 2007年10月 我被评为感动中原十大人物 十大人物候选人 2007年12月 我被评为洛阳市十大道德模范 2008年11月 我被中央文明委 授予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2011年 我被中央文明办确定为全国优秀志愿者候选 2012年8月 我被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评为中国家庭教育十家公益人物 近年来 我被二十多所学校聘请为名誉校长 家长学校名誉校长 德育校长 教育督导 校外辅导员等 看到我的家庭和谐 孩子存在 事业兴旺 村里不少人说 老贾家的祖坟分水 我不信什么分水 但是对分水这个话题 我倒有自己的见解 很多人相信分水 那么到底什么是分水 我认为分水就是环境 如果对教育孩子而言 父母就是孩子最大的分水 父亲像伤 母亲如水 如果是穷山恶水 不毛之地 可能连草都长不出来 哪能长出参天大树 动然之财 穷山恶水出雕名 山清水秀出秀人 人们常说 山山家分水好 人才两万 其实是山山家父母品质好 有教养 有诸多良好习惯 孩子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这样的家庭范围中 后辈人能健康成长 出人头地是自然的事情 李四家分水差 坟里没有那颗稿 说穿了是李四家长辈 人数字低 教养差 孩子成长环境比较恶劣 这样的家庭 当然不会出人才 英国有个爱德华兹家族 是真正的树香门地 现在已经传承了200年 老爱德华兹是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 为人严谨 勤勉 他的子孙后代中 有14位大学校长 100多位大学教授 60多位作家 60多位医生 30多位法官 70多位律师 300多位牧师和神学家 一位大使三位议员 一位副总统 同样在英国 有个马克尤克斯家族 和爱德华家族 相比简直是天然之别 老马克 是个远近闻名的酒鬼赌徒 毕生浑浑噩噩 无所事事 这个家族至今也延世了200年 其子孙后代中 有310位流氓 440位残疾和性病患者 60多位小偷骗子 100多位酒徒 190多位妓女 7个杀人犯 整个家族 没有一个人有出息 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 如果马克尤克斯家族的某个人 当他还是婴儿时 就被爱德华兹家族抱养 这个孩子 肯定会有一个不同的命运 因为爱德华兹家族 最初 以及持续灌输的是非观念 善恶标准 和做人原则 将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